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晨早8點開店了 丈夫負責舖面 而細珍繼續留守廚房 準備另一款小食 細珍 是 做魚蛋沒雞 你又立刻在做甚麼 炸魚皮 炸魚皮 炸魚皮? 你手手好像在拌味給他 對,拌一些味道 是嗎?炸魚味 好,你拌了甚麼味道 給鹽和胡椒粉 倒下去 倒下去 像你這樣 很大力 是嗎? 是嗎? 是否儘量擠到每一個位置 是,魚皮儘量吸到粉 如果吸得不夠粉 豈不是不夠脆 是,沒有炸,有些細粉 哦 細珍用的是門鮮皮 除了要密盡其用之外 原來門鮮皮夠薄 炸出來比較鬆化酥脆 這個時候千萬別吵著細珍 因為你剛才跟他說話 他也不會理會你 因為這個時候 他要控制那個火候 時間 全部都要相當準確 不然就會前功盡廢 浪費魚皮了 你看 這麼快 多少 很多時候吃魚皮最開心的是甚麼 就是一定要大塊 很多時候我們在外面 吃到一些又醉了 醉了 醉了真的沒那麼開心 你說現在隔一塊魚皮 好像它那麼大塊 那種滿足感 真是非吃魚皮那麼簡單 除了零售之外 細珍還有一間店 在銅鑼灣賣魚蛋粉 開拓客員 由兩姐弟幫忙打理 對 辛苦了一整晚的食物在桌上 馬上吃了 很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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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收音嗎 有 很厲害 那些脆脆的食物 魚的香味 魚油的香味 在口裡裡 其實這些 現在找到好吃的魚皮 真的不太容易 對 這個我吃到鮮魚的魚皮味 對 我們打算給別人 有時候點湯 回去自己吃火鍋 本身的烏煙會有味 所以我們的味道不會太重 儘量是鮮味為主 對 當你知道那些食物是怎樣做出來 你吃起來 特別有一種不同的感覺 還有香港精神 對 遇到很困難 就要繼續堅持 只要你的真材實料 終於有一天也要出頭 對 阿淡 阿淡 你平時懂得吃 又會煮幾道 不過我現在真的沒什麼遺憾 可以吃什麼 其實有很多選擇 但是如果你想地道一點 傳統一點 我就提了他吃一些醃菜 酸酸甜甜的 如果加上辣更好 醃酸薑 正 我有個朋友附近做這些 一起去找他 好… 在中環有一檔老字號 醃製的紫薑深受街坊歡迎 每年都供不應求 你好,阿湯 阿湯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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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認識客檔 屏風 屏風我認識 靚仔特色 爭氣 我看到店裡有一瓶瓶紫薑 是… 是否全部都是你醃的 當然是我醃的 現在趁時間醃 薑老就不能醃 好, 什麼時候叫老 什麼時候醃份最好 還有怎樣選一塊兩子薑 端午節, 吃完種 端午節 到中秋節吃月餅 這段時間薑就最好 但是不要太接近中秋 是 越近中秋的薑就越老 當然我現在趁中秋之前 就做起薑 原來如此 你先嘗嘗你的紫薑 是, 求之不得 真是很容易 醒胃可口的酸紫薑 可以煮菜 也可以直接食用 而阿湯醃的紫薑 標榜天然 沒有防腐劑和沒有色素 兩瓶薑好像有點不同 這個有點粉紅色, 阿湯 沒錯 那就解釋一下 同樣都是醃酸薑 為什麼會這樣 當你的薑加醋 那些薑, 如果是好的薑 它自然就會變紅 變紅之後會很紅 很紅之後慢慢退色 就會變成粉紅 這個時候就是最好吃的時候 最好吃 天然的 天然的顏色 天然的顏色就會退色 所以為什麼不紅呢 這個就是非常正常 阿湯等不到, 上西 好 端午節很濃烈 不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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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脆 很脆 這個酸味很好 好吃… 阿湯, 但是你還有一些私人珍藏 可否也割 拿出來給我和阿廷風吃 快點拿出來讓我們嘗嘗吧 不是什麼私人珍藏 只是普通薑 找到了… 是… 哪裡…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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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當然要用來 為何要用來 為何要用來 切得這麼小粒 就做不太的 這個簡直是脆的 剛才那個很爽 我吃剛剛的時候 你會看到很多筋 你吃這個 你完全沒有渣災 很特別 由於它小粒 所以它跟鵝鴨醋的味道 剛剛好 不會太多, 日本不夠 是… 是不是怎麼做呢 這麼厲害 你看這塊薑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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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小粒的切出來 就做成一張 那你不需要很多塊薑 才做到… 是… 這個叫做醃子薑芽 雖然這一瓶薑芽是非賣品 不過它醃的子薑 一樣堅持優質 而且不計成本 每一塊薑 只會選取最好的部分 而剩下來的 就不會醃了 一斤薑, 不可以做一斤薑 因為薑有很多部分是辣的 和老的 是嗎? 你說來聽說哪些老的 你吃那些就是下午這些嘴 是… 然後最好就是這些 最後就是這些一塊塊 最中間的 沒錯 然後如果下面這個就是薑膽 就是最老 最老, 沒錯 像我這樣 這些又會辣又會老 所以這些我們就不會放下去做 不會放下去做 不會放下去做 阿湯說醃子薑沒有什麼獨門秘方 也不介意教人醃 他覺得醃得好吃 關鍵很簡單 就是用心 懂得吃, 要懂得做 懂得做 懂得做 就做一做 是的, 阿湯 先把手切開 好 然後這塊就是直筆 好嗎? 好, 把牙咀切掉 不久了 順手一直刮 刮它 對, 因為我經常以為 批是真的這樣 可能是斜斜的 這樣就不見了很多肉 對, 其實我小時候 我家裡是教刮 因為一批就變深了 對 其實刮這個薑皮 真的要輕輕手 因為你會感覺 那個薑皮本身很嫩 沒錯… 你連忍心這麼大力刮下去 我剛才嘗試過大力刮 就卡住了 會的… 會的 會的 輕輕力順勢 對 很滑 看這個 Tom, 你有沒有計算過一天 大概一批幾斤薑嗎 大概我們在星期五、六天 做薑的話 200多斤 200多斤 那要刮多久呢? 幾個小時呢? 我們不是純粹刮幾個小時 我們會刮好薑 第二天就做第二個步驟 第二個步驟 這個流水作業式這樣做 就會比較壞 Tom懂得很多傳統智慧 他會把刮出來的薑皮曬乾 留回來熬水、洗澡、俱風 真的一點也不浪費 好了, Tom 已經切薑的第二步 薑就刨好皮了 是 那要切片了 是 那你切給我看看 在蚊子的厚度 薑就不是這樣切 不可以這樣打橫 每一塊 你可以保持大概… 大概 在蚊子那麼厚 因為這個就有一個 吃下去有爽脆的感覺 如果是太薄的薑 你會很難吃到… 一咬就斷了 對 你要整個炸食 還有你切成這樣的薑 你放進瓶裡 就會排得很漂亮 是 切好的子薑 會放粗鹽醃 大概三個小時逼出水分 減低子薑的辣味 之後可以倒走薑水 然後再用清水洗走鹽 一定要用毛巾鎖回去 記住不要拿去曬太陽 軟軟軟軟 不要拿去吹風 不要吹風 不要曬太陽 好, 那你就把它慢慢… 好 好 Tom, 平時入瓶 是你入還是太太入? 我想一起入 那當然是我 男兒當入瓶 男兒當入瓶 也是 對 你們不是夾過嗎? 肯定 用來醃子薑的 是經過加糖煲滾 再攤冷的米醋 子薑醃一個星期就可以吃 不過最佳醃製時間 就是一個月了 你那個誰會買我們的葉的紫薑? 你做三招牌 一定買你那個 那倒不是 不過大家放它出來 我想大家都買得出 不過我可以貴一點 樂園 謝謝你, Tom 謝謝你的教導 Tom本身是做飛機工程 當年因為不想經營賽檔的父母 這麼辛苦 所以持工幫忙 雖然中途轉行 不過只要努力和堅持 每一行都可以出狀元 湯文 你是不是在加鹹街上做的? 當然 我在這裡六十多年 我在這裡出生 在這裡大 很多回憶 是 這裡 我爺爺以前就是這間店 是雜貨店 剛來我還是小朋友 大概三、四歲 以前買油 你要帶個瓶去買 是 我們是筆給你的 是 這麼傳統的方法 是 我就是坐在油櫃面大 平日你禮拜六天休息 但是現在紫薑當初 你禮拜五、六天 你也要上班 是 其實會不會覺得很辛苦 辛苦也沒辦法 是 因為我們不夠供應 給忠實的食客 是 所以現在我們做也不夠賣 唯有家中、家點 任何所有的假期 我們都做了 因為靠一雙手去做 其實有什麼 令你這麼有熱誠 又堅持去做這一行? 是 靠你們 是 在我們身上玩得滿足 有你們愛戴 滿足成功 對 沒錯 葉子薑的過程 不算很複雜 最重要是把握最佳的時間 偶爾會變成永遠 即是明日復明日 有時候我們一拖再拖 可能會失去 所以我覺得 無論是做人 還是保持著香港的原味度 最重要是把握時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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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